请收看 汇律法师 佛学讲座 所以淫义不出 平和得成佛 答言 只言渐性 不言淫义 只因为你不见性 淡得见性 淫义本来是空极 也没有什么好挂碍的 治而断除 把这个治而化掉 化掉 化掉 改成不假断除 就是你不可以的去断除 你只要见性 你不可以的断除 它自然就消失 自然就消失 为什么 因为见性本来就是空极的东西 也不乐着 也不会喜乐 贪着啊 这个淫义 中有余喜 虽然还有一些习性呢 习性 大家都有嘛 是不是啊 不能危害啊 不能危害 是不是 会故 性本清净故嘛 所以处在五印色身中 其性本来清净 染污不得 发生本来无瘦啊 无疾 无咳 无咳 无寒热 无病 无恩爱 无眷属 啊 无苦乐 无好恶 无短长 无强弱 本来无有误可得 啊 有误可得是像嘛 啊 我们讲本性是在体上 对不对 去体会啊 啊 一般众生只见到像 没有见到体咯 那么我们如果要误到这个体的话 一定要彻底了解 没有什么长短 恩怨 寒热 这个东西都没有了 本来无疑无可得嘛 只言 因为只有 因为有执着这个色身 因为你执着这个色身的话 你就有饥 咳 寒 热 脏 病等下 那么可见佛的病是视线的 佛的病是视线的 祖师大德的病都是视线给你看的 因为啊 视线就是无常 哎 连诸佛菩萨 祖师大德都不能免啊 那我们就发起精进用功的心 啊 若不执 如果你能够不执着 啊 即一刃坐 啊 一刃坐就是啊 啊 加一个字 作为啊 一刃坐为 法笔拿起来 这一刃坐为啊 啊 这个四个字的意思就是 意思啊 解释一下 就是随意自在而无碍 就是一刃坐为 啊 你能够随意自在 而能够无碍 就是啊 若以生死当中得自在啊 转一切法 与圣人神通自在无碍 无处不安 如果心有疑啊 决定透一切境界不过 如果你内心呢 还有疑 如果你还问人 哎 我见不见性啊 见性的人清清楚楚的 根本就不需要问人 如果你需要请主师大德印证一下 这倒是可以 这可以 可以印证一下 以心传心呢 就传什么心啊 传什么心 无心可传啊 传什么法 无法可传叫做传法嘛 无心可传叫做传心嘛 这是你有什么法好传的呢 无以法可得传什么法 传法者无法可传 说法者无法可说 传心者无心可传 这是正法 是不是 那么你能够转一切法 那么以圣人呢 就神通自在无碍 就无处不安 如果心有疑问 决定套一切境界不过 是不是 这个凡夫啊 加两个字 凡夫啊 不做最好啊 做就是造作盈欲了 凡夫啊 不造作盈欲最好 那造作了盈欲啊 你就不免轮回生死啊 若见性啊 但是呢 换一个角度说 如果你见性 沾佗洛伊的成佛 那这见性就大不相同了 那一切业绩他不得 一切因益伤害不了他 所以故 本心没有这些东西了 我们把这种结果放开 然后再次发现